支聯會就警方國安處要求提交資料 入品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表示不評論事件 重申任何組織違法 警方會依法採取法律行動 警方正在就此案件採取緊執法行動 所以在這個階段 我是不適宜作出評論的 但要強調一點 任何人或組織 在香港的行為 如果有法律規管 他會受到規管 而任何人或組織的行為 違反了香港的法律 政府的立場是很清晰的 必須依法處理 所以警方或任何執法人員 都會按著法律 針對違法行為 依法去處理 以及採取調查行動 可領的判斷 政府的人